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告诉他你的真实想法 让他去问张朵的真实想法 大头听你的 行 我看行 聪明 他呀 应该差不多要来了 他这么晚还来啊 当然了 我还没吃饭呀 因为你没吃饭 行 我去看吧 你买的什么呀 买的肥牛 还有点菜 算火锅 你又买火锅了 你怎么不爱吃火锅了呢 你做事能不能动动脑子呀 我这刚从心脏穿回来 天天顿顿吃的都是火锅 我都快吃吐了 你这还买火锅 你按着什么心啊你 你按着什么心 对不起 丁菜 我没想那么多 那个丁菜 我在这给你换的别的吃点 人家大头也不容易 凑合吃点呢 没事 我去买 没事 你站住 等你买回来我都饿死了 算了吧 你怎么多呢 对呀 我我去吃 去吃吃 吃这月头 我本来不想吃的 但我看着也挺有食欲 吃点 吃点 听看你吃这个肉 这个肉是他家的特色肉 特别嫩 这个肉和西藏的还是没法比 人家豆哥说了 那才是真正的牛肉 豆哥是谁 就是上次开吉普车接我的那个 你不见过吗 他也不是厨师他咋就知道这个肉不好呢 他说青海肉好啊 最好的肉人家是蒙古的肉 你弄大声喊什么呀 你知道什么呀 你去过那蒙吗 你吃过那蒙的牛肉吗 人家豆哥是走遍全中国了 人家说的话才是权威知道吗 他说话咋就权威呢 人家书上写的蒙古大草原牛肉是上等的牛肉 最好的 你就观看书就是最好 你吃过吗你 行了 你俩别吵了 挺好吃的冰菜你赶紧吃吧 你不饿了吗 月头是不是挺好吃 你给我吃点 人家还说了 你家错对象了吧 下次周游全世界啊 带我一块去 那牛袜子怎么卖了 不就卖袜子嘛 你不是说袜子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能卖吗 那等我周游世界回来的卖不也来得及吗 确实 袜子袜子 又知道袜子 又知道袜子 哎呀 不说能行吗 一个睡床一个睡地下 我妈一看着不得漏啊 你睡那儿冷不冷 可好了 哎 大头得精心准备 打动丁餐了吗 丁餐的东西放在房间乱七八糟的 要不说呀 大头他真不行太不给力了 为什么 他就应该跟丁餐哪多喝个点 为什么呀 酒后吐真言呢 哦 酒后吐真言呢 电话 怎么不接啊 你不想问问谁打他 是吗 不想了吧 公司 我是不是 啊 谁啊 小多 你是不是还能睡觉呢 啊 马上睡了 才给我按摩呢 你俩是不是记过的 没有 记过啥意思 记过就是少将 明天是早点睡觉吧 啊 我知道了 知道了 马上睡了 快点 轻点 好了睡觉睡觉睡觉 怎么了 还没走呢 电话 电话 停 停 开 然后 起电 带 开 职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要讲个诚信吗 好的 好 好嘞 再见 再见 灯头哥 先操等一会儿 看吧 灯毛 好好好 没问题没问题 灯头哥 你让我摸摸你呗 这么烫哪 你这人也烫 电话也烫 这全公司属你最火烫啊 你太假了 小罗 你干嘛呢 你还上桌子 今天要没人说你明天你是不是上天了 好 你活都干完了吗 能弄差不多了 张总啊 那个 最近 感觉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吗 挺好 那就好 是这样的啊 那个 之前呢 我发现啊 我们跟其他公司合作的时候 有一些工作程序上的缺陷 如果你有时间呢 这样 你能不能写个你的工作总结 总结一下你的经验 你的体会 写一个小文章 然后我会帮你推到一些 这个商务类的杂志期刊上 你看怎么样 好 没问题 那就好 直接用本名不太好吧 合作方还以为咱们对他有意见呢 你应该起个笔名 你在论坛上的名字是不是叫 童豌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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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你怎么想得起的 这个名字 至于吗 有那么好笑吗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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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说感觉 什么感觉啊 童豌豆 你跟我有相似之处 都是生不熟煮不烂 还行 还行 好笑吗 童豌豆 童豌豆 来 吃饭来来来呀 咱们接着卡去过公司啊 对啊 我嫁都请完了 怎么了 啊 怎么了 没啥事 那个 你妈呀说下午过来呀 我怕咱们回不来 没事 时间我都算好了 来得及 再说万一晚一点 我给他打电话 嗯 那个老张啊 老张 你看电视的 来吃饭来 我穿这套衣服行吗 嗯 电话 吃饭没呢 喂 吴总 行 我马上去公司 我公司有急事 张朵 你带爸妈去啊 不说好的去吗 咱不去的呢 快吃饭一碗我领你们去 咱们继续的第三场各种比赛 在前面两场的比赛里面呢 都是比赛的比赛 慢慢去 哦 巴西队是战胜了俄罗斯 而日本呢是 而日本呢是 你们好好玩 俄罗斯 你去吧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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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领你们巨屋一样嘛 你非得让他领着去干嘛呀 一天就到晚 过宫去不去能咋的 我和你爸不去也行 你知道不得 完了你说事啊 近两天那小子 给他打老都问电话了 说接个近面 我告诉你啊 你媳妇啊 眼瞅人抢走的 一天还吃啥饭吃饭呢 我告诉你 月童去我得去 月童不去 妈也不去了 你不长心意的真的 哎呀妈 我都想多了 你妈说得对呀 儿子你 我发现你这孩子心太大了 你知道吗 你长这个长什么样 你这个清楚 你说你 要个头 没有个头 但这事也不行 全愿你 要皮肤呢 肤色也一般 是不是 咱们长相 配不配不上你的月童 月童那孩子 长得确实是好看 咱们丑都好看 外人丑不是更好看的 这个事呢 就不怕贼偷 就怕贼垫垫 他老垫垫就 这个事下瘾 知道不 咱们老张呢 足足不二 就没出现过这种差错 我不想在你这边出现了丑闻 到时候我感觉我对不起列祖列宗 爸 这一辈子不再让你对不起列祖列宗 也不能给你丢着磕上 嗯 他自己呢 虽然说你儿子 要个没个 要模样没模样 要脑子没脑子 但是能力还是有的 那你相信这一点就得了呗 就月童这样的 我俩从认识到现在 他最令我 这我相信呢 你有这能力 但是我怕你控制不了这个局面呢 时间长了 我 我 我怕你都是给别人进行的 你谁对谁 你抬动了 这孩子一生一下 相信我 嗯 妈 来 不想弄我了 啊 没那么多事 你就安心点打着点 安心地吃完心地吃了 还去不去故宫吗 故宫们不去了 你咋 打扮这么隆重不去了 改天去 改天去 你们要是不去啊 那我就上班去 要不你们还惦记 对对对 那我上班去 再上班 什么事妥善处理啊 改天去吧 关键是会点他一句两句 国内一流会展公司实踪罪 作者捅碗豆 你接着我下看 这内容太一篇概全了 而且还夸大事实 把公司名字都点出来了 你都看到了吧 这被点名的那几个 都是长期和你们推广部合作的公司 这篇文章 是被点名之一的大金公司 发过来的 文章发写在著名的海角论坛上 海角 就是那个著名的BBS网站 没错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这篇文章 在海角论坛上的点击率 排第一 大金公司的金总很恼火 更重要的是 金总坚持说 这篇文章 它有证据 是我们公司人写的 我们公司人写的 它有什么证据 不用它的证据 只有我们自己的证据就够了 好 叫我推广部 康健来一下 别老妈垫的事 儿子 妈跟你说点事啊 月彤要是这回给单位的话 就说明她啥事也没有 完了你给妈打个电话啥的啊 妈 妈 你是不是看啥片看多了呀 看啥多呀 妈你别妈操心 行 跑到时了 车来了 上车了 上车了 回吧 早点回来啊 回去吧 再见 别忘了啊 我走 吴总 来 轻易 你跟李总监介绍一下 这个童安豆是谁 童安豆是 张朵 张朵 你有什么证据说 童安豆是张朵 张朵 自己说的 大家都知道 他的网名是童安豆 其实总监这个事情 我也有责任 是这样的 我们跟其他公司合作的时候呢 我发现了很多问题 可能总监您也发现了 然后张朵 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做的特别好 所以我也是好心 我就跟他说 我说张朵你写一篇文章 总结一下你的经验 给大家分享一下 提高一下大家的工作效率 看到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张朵这写的 太 这件事你怎么看 吴总 以我对张朵的了解 写总结他会 但绝对写不出这么刻薄的文字 你的意思是 零有气人 我没有证据说这个 但也不能就此下结论 说是张朵吧 吴总 合作公司 都已经停工了 什么时候的事 刚刚啊 刚才您给我看这个东西 我就马上回去 给他们打电话 想跟他们解释一下 可是他们完全都 不听这种靠头上的解释 这不胡闹吗 我们是有合同的 我知道有合同 毁约倒不至于 他们 也就是想要一个说法 吴总 但是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 把这个帽子硬扣在张朵身上 真的是对他不公平啊 既然办公室所有人都知道 他用这个网名 那也不排除有人用他的名字 上网发了这篇文章 你现在说这些都没用 你就告诉我现在怎么解决吧 我现在就去技术部 查发帖的ID 那如果 就假冒的那个人 用张朵的电脑发了呢 吴总 那你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把它查清楚了 行 去吧 吴总 你已经活动开始 时间不多了 这事不管怎么样 得有人承担责任 对 而且 越快越好 总监 张朵哥的网名我早就知道了 他们也早就知道了 再说了 我那点水平你也是知道的 平时也就刷刷嘴皮子痘痘瓶什么的 真要写出那样的文章 我也没那本事啊 而且里边的内容也是我们平时工作设计不到的 可是张朵哥不会这么傻啊 这明知倒是得罪人的帖子 他还用自己的网名发 总监 你可一定要帮帮张朵哥 我们现在要拿到证据 拿到证据一切都好说 喂 你好 李总监 一位先生在前台找您 我今天没有约人呢 问清楚什么事 总监 张朵哥不会被辞退吧 对 我也特别担心张朵哥那个脾气 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他会不会辞职啊 你怎么知道是被冤枉的 难道是你写的 当然不是我写的了 我就认为不是张朵哥干的 现在说话要讲究证据 我们这不是在找证据吗 没有证据就不要滥伤 你有证据证据是张朵哥干的吗 最起码你现在不能 行了行了 你不能出去 出去 出去 不是 你说你想的是你这里的 你又没有证据证据是张朵哥干的呀 你又没有证据证据是张朵哥干的呀 喂 李总监 那人不肯走 说我不在 可是 我也强烈地感受到了 你强烈的存在感 怎么样 别来无恙吧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在咖啡厅里等了你整整一天 等得我是宙思夜想 茶饭不思 我再对自己说 这要等不来李月彤 我要是死了 一定是个冤死鬼 今儿个 若让我能见到李月彤 我就会对自己说 今儿死了 也一定是含笑九泉 做个开心的快乐鬼 唐一桃 我很郑重地告诉你 我们俩的关系 从那天你逃走 不接电话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我现在发自内心地讨厌你 你听明白没有 你如果继续骚扰我 我就要报警了 一桃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当初如果真的是我父来 我敢这么堂而皇之 大大方方来到你办公室 附近请罪吗 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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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应该给一个饭 因为最后公司的机会 他们才不知多人 对不对 我不想听你的任何解释理由 你现在就出去 你要不出去就报警了 我找保安 你出不出去啊 出去 吴总 吴总 谭总来了 怎么发这么大火呢 来 坐坐 好 请坐请坐 吴总 我给你介绍一下 谭玉涛 谭总 是咱们公司的朋友 是咱们商界 鼎鼎有名的人物 跟咱们蓝色的老板 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吴总 今天谭总给我打电话 说给你见一面 谈一谈业务上的事 没事吧 没事 我说咱们蓝色在业界 咱们九福盛名 所向披靡呢 原来啊 有这么厉害的总监 月彤啊 咱们第一次见面 就这么没礼貌呢 没事 没关系 好 那行 你们先聊着 好 先坐吧 好 干嘛呢 李总监 坐下来我们谈谈业务吧 请坐吧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要不听我解释 我就不会走 行 那你说吧 这连吴总都认识 那肯定是上面的人 吴总说他要处理张夺 我们说这事会怎么发展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连FBI都查不出个自授阴谋来 太多了嘛 这回 倡夺算是倒霉了 好了 我听你的 行吗 小丽 李月腾 不是 李总 李总监来了吗 来了呀 总监在办公室呢 好 妈 听到了吗 来了 在办公室呢 好了 好了 张多哥 您找那个李月彤 李总监有事啊 对 有点事 我可怜的张多哥呀 这眼看着就要被问斩了 这还赶着去上朝呢 什么 情债 没错 是情债 三年前 与我热恋多年的女友 突然提出要跟我分手 无论我做任何祈求 它都无动于衷 从那一刻起 我的生命 也进入了颓废期 天天沾花热草 花天酒地 直到你的出现 我的生命里 才曙光出现 我甚至 开始充究着 与你美好的未来生活 在得知 要与你结婚的那天晚上 我甚至开始 期待着 期盼着 可是 就在那之后 突然间我接到了一个 让我更加震惊的噩耗 我的前女友 进入了生命倒计时 她三年前执意要离开我 是因为得知 自己身患绝症 她要独自承揽这一切 把所有美好的生活回忆 永远地留给我 于是 我依然决定 切断与外界的所有联络 静心被她走完生命中 最后一支 不求精彩 但求真切 这就是所有事实的真相 要杀要剐 习听遵便 现在说这些 已经没有意义了 谭先生 也许你忘了 我已经结婚了 岳童 也许你忘了 你那是假结婚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你对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 感到羞愧 对吧 那都是过去的事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在你走的这段时间里 我的心情彻底改变了 岳童 据我了解 吴总对你结婚的事可一无所知 我不相信 你如果正确看待与张多的感情 承认与张多的婚姻 你能够对这段婚姻刻意隐瞒吗 难道你认为 工作比婚姻更重要吗 岳童 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其实你和我都清楚 你想选择的人是谁 你想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什么 难道你心里不知道 你想选择的人是我 你想结婚的人也是我 不是吗 你知道吗 那你张多 我把你带出来了 是吗 张多哥 喝点饮料吧 好 谢谢 张多哥 我相信你 我永远支持你 是啊 我们都支持你 那就是张多哥 我觉得这肯定是暂时的 对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就是啊 这个我知道 都说什么呢 这这哪跟哪啊 这哪跟哪啊 张多哥 你还不知道呢 知道什么呢 小罗 你说呀 就是刚才人事部给大家发了一份战略信 说是有一份人事调动 把你给调走了 掉哪儿去了 掉哪儿去了 后勤部 开玩笑呢吧 为什么把我调到后勤部啊 怎么总得有个理由吧 是吴总组的决定 是因为这个 看看 说是因为你的言辞不当 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没事 到哪儿都是一条好汉 啊 你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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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进来 屋长 你怎么办啊 你的这个处罚结果 我不能接受 我也知道 这个处罚结果对你来说 有点太重了 是太轻了 啊 太轻了 开除都便宜我了 就应该把我推出五门斩首 让其他公司的人都来看一看 这样他们也解析了 咱们公司有台阶下了 我叫我意思 好 我行 啊 你就可以了 我来标准了 这呗 就找不到 这篇文章不是你写的 我没有证据 但是我有一颗良心 我不能拿你的良心 摆在合作公司面前 请求他们的原谅 现在的事实证明 以你的网名写的这篇文章 激怒了合作公司 现在公司合作都成问题了 这个你明白吗 我再郑重地跟您说一声 不是我喜欢的 李月桐 李总监也这么说 但是没有证据 张总啊 你要冷静 为了让公司尽快恢复正常工作 我只有处罚你 在整个时间当中 我就是一个牺牲品 现在看来 只有你做这个牺牲品最合适 我辞职可以吗 你想用辞职证明你的清白 那我还能够死 要证明我的清白吗 你为什么要要承认的 你好想念ic 你别把这些人啊 我只会给你 我乱了 你还要做什么 只会让我辞职 我现在想过踏实的日子 和你在一起太没有安全感了 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也不知道明天 你会不会在我身边 我已经三十岁了 我不想过这种反复无常的生活 月桐 我想你比我更清楚 以我的真诚与实力 一定会给予你想要的生活 以你的条件 你能找一个比我更适合的人 可是我只想要你 行了 我要工作了 请你出去吧 好吧 不想今天也不便于 关于打扰你了 保重 喂 人是吗 我是李约彤 为什么调动张德的岗位 事情还没搞清楚呢 是吴总打电话通知的 我们只是传达一下他的决定 吴总 刚刚人事打电话 说要把张德调走 这不能这样吧 李约彤 从个人情感上讲 我相信张德 这件事不是他干的 可是你和我都清楚 我们根本没有 对张德有利的证据 那张德不是变得替罪羊了吗 这么说 也不是不可以 这样对张德不公平 李约彤 李约彤 你入行几年了 在商场里 哪有绝对的公平 新品发布 进入倒计时了 万一因为制作方面出了问题 出来负责 你和我都承担不起 张德或许是受委屈了 可亏待的是他一个人 保护的是整个拉瑟的中国公司 这样的代价 难道不值吗 那我这有一个请求 就是不要让他在这个赶会上待太久 恐怕他不会给我这个机会了 什么意思 你自己去问他吧 牟总我出去了 张德呢 张德哥走了 不过他留下来这个 我这一条件事 是公司内部有人在诬陷你 我现在还没有找到证据 但是我最终一定会查出来 大头 你赶快去找下张德 你这么回事 我去找他 你现在还要去找他 你去找他 你去找他 我自己帮你去找他 你去找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